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序幕专家高光做客演博士 解答生产相关问题 乡村四季12316即将播出 关爱心脏病 脑血管病高血压 糖尿病病发症患者 金陵省救治万人心脏病 脑血管康复工程正式启动 如果您是上述疾病患者 可以拨打电话 0431-8962-5555申请援助治疗 今天做客演博士的是序幕专家高光老师 高老师好 主持人好 最近气温逐步回升了 但是早春时间的气温变化比较大 昼夜温差也比较大 同时风力也比较大 那么这一时期序幕生产上容易发生哪些病害呢 天气逐渐转暖了 那么对于养殖业来讲说这是个好事 但是在早春的环节当中我们有几个要注意的 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 所以说我们在放牧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在通风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要时间太长 要选择好时机 特别风大的时候 尽量不要出去放牧 这个时候尽量不要通风 再一个要保证眷舍的彻底消毒 这个时候天气转暖了 细菌病菌它也在繁殖 所以说要做好消毒 做好防疫 这才是我们初春应该做的 就关键的问题 那针对这些常见的病害 我们应该采取哪些管理的措施呢 现在就是第一 我们就是因为到村房了 该注射疫苗 注射疫苗 该打扫卫生 打扫卫生 环境当中该消毒 消毒 同时我们要保证除勤的 整个的生理状态正常 另外有一些养护反映 说在注射疫苗之前 勤处都很正常 但是注射疫苗之后 反倒出现了厌食 抑郁这样的症状 那这类现象是怎么回事 我们在防疫的过程当中 在注射疫苗的时候 往往确实要出现一些 我们叫什么呢 叫热反应 也就是打完疫苗之后了 有一些反应 往往有一些反应呢 是正常的 有的可能严重一些 有的可能就没有反应 这呢一个是根据 家属的体脂特点决定的 同时呢 有的一些疫苗 也确实有一些热 就是这些反应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特别是我们在注射疫苗之后 要给他有一些提高肌体抵抗力的 给他黄旗多糖啊 饮点电解多微水啊 给他调整一下 特别还有一些 像禽类的 在注射疫苗的时候 可能要抓 本身就有阴急 对他有些干扰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给他 打一些阴急的药物 给他一些阴急的药物 像我们说的黄旗多糖了 都脱头糖了 这些呢 能给他补一补补一补 效果就会好了 好 感谢高老师的提示 我们接着往下说 想要帮助贫困户脱贫 找对扶持的项目是关键 汪清县大兴高镇新立村的崔周发 通过扶贫工作队 为他量身打造的多元化发展项目 不仅实现了脱贫 还成了村里的致富能手 记者来到崔周发家时 他正在院子里翻晒玉米 崔周发告诉记者 量晒的玉米是自家产的 是为红玉姬准备的饲料 如今饲养红玉姬 已成为崔周发增收致富的 主要渠道之一 现在住的那个装画房 过得一年比你好 钱包越来越补了 好日子到来了 新的更有盼头了 2008年 崔周发由于意外 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 成为了村里的贫困户 而住村工作队的到来 让他重新燃起对生活的信心 扶贫工作队 为他免费赠送了500支机厨 号召他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 2018年 崔周发通过养鸡卖鸡 顺利实现了脱贫 脱贫后 崔周发有了更大的理想 他想带着周围 曾经跟自己一样的贫困户 共同发展 于是 在住村工作队的帮助下 他承包了三公顷水田 四公顷汉田 找我们帮忙 但是 也给我们开支 我们也增加了收入 崔周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他现在一年养殖的收入有两万多 再加上承包地和生态护林员的收入 除去各种人工成本 一年能挣三万六千多 腰包越来越古 生活也越来越有笨头 各种政策的扶植 再加上他的庭院经济养殖 不管自己增加了收入 还通过他的这个包地 带动了我们村里的村民的那个收入 说起下一步的打算 崔周发也是信心满满 再养五百日记 再包三公顷水道 带动大家一起支付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利用庭院发展 勤处养殖 具有投资少 见效快 容易操作的优点 是一项不错的扶贫项目 但很多贫困户呢 相对缺少养殖的技术 那么发展庭院养殖 怎么样才能养得好呢 高老师 在整个我们现在说的 在扶贫过程当中 现在提的呢 是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 养殖业 它将起到重大的作用 特别是庭院养殖 给农民带来了很多的教育 那么呢 那才能搞好这个庭院养殖呢 首先我们应该 第一点应该注意到 就是呢 你这个庭院 有哪些可以利用的 你的自然条件 适合于养什么 这个时候呢 是第一笔 第二点呢 就是在养的过程当中 你要选择好品种 就是你养什么样的品种 然后再把养殖技术 补充进去 同时呢 要学会它的日常管理呀 它的防疫呀 那么除了庭院养殖之外呢 有一些养护还利用林地草原 搞起了林下猪 溜达鸡 这样的养殖项目 那这类项目的发展前景怎么样 我们把这种养殖 也可以叫做特色养殖 实际上呢 就是呢 利用当地的资源条件 然后呢 饲养出来的动物 比如养的猪 养的鸡 它可能和圈舍当中 和机器化饲养的呢 有一些区别 所以最关键的问题 它是拉长了 它的饲养期 这个时候呢 可能人们有个习惯 愿意吃点笨鸡呀 愿意吃点 就是咱们所谓的笨猪啊 所以说呢 这方面掌握的过程当中 大家要记住一个原则 一个呢 是选择好你的品种 再一个呢 一定要找到你的市场 同时还要记住了 不是一个单单的 就放不就行了 在技术上 比如说需要补料 你得补 需要防疫 你得防疫 再一个呢 还不能破坏了一下 对 就资源还不能破坏 所以说呢 它也是一个 比较科学的养殖方式 那么对于散养状态的 形成来说 如何做好防疫的工作呢 防疫呢 一般的呢 就是我们在这种 养殖过程当中 我们说呢 要是大体防疫 我们叫村防和休防 现在进入村防 村防了 那防疫就是 这么大块 第一个 是对雏勤体的本身 进行防疫 多半 我们就是以注射 疫苗为主 第二个防疫 就是我们环境的防疫 对它来讲 接触的一些东西 我们要进行防疫 把它打扫好 卫生都管理好 然后呢 有时间的定长的 定性的进行消毒 那么特别是 对于传染病来讲 大家都知道 传染病有三个 必备的传播条件 第一是传染源 第二个是传播途径 第三个是被看人者 那么呢 我们在防疫过程当中 就对它来而言 我们只要掐断一块 这个就传播不了 那么我们把三点 全都做好了 那么才是最安全的 好 感谢刚老师的提示 我们先聊到这儿 咱们接着往下说 近年来 盘石市宝山乡 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为载体 坚持政府引导 政策扶持 大户带动的原则 做优做强 肉牛产业 加快了农民 增收的步伐 宝山乡 宝山村的实验军 养殖肉牛多年 是当地有名的养牛大户 不满足现状的它 一直想要扩大规模 但苦于缺少资金 正当它一筹莫展之时 宝山乡政府伸出援手 帮它解决了牛厂选址 及资金缺口的难题 现在目前存栏200左右头 年存栏400 500 随着国家扶持政策 今年开始准备往外迁移 大约能年存栏1000头左右 2700万的周转 近年来 针对养牛户遇到的实际困难 宝山乡政府提供保姆式服务 对养户给予资金补贴 并协调贷款 同时农迹人员还提供技术服务 目前 宝山乡已建成 肉牛养殖园区三个 共有养牛户497户 发展肉牛3100头 肉牛产业 已成为当地的招养产业 依托宝山乡现有的养殖基础 建立以自繁自育为主的养殖模式 鼓励小规模大群体 整村推进丰富 饲养的发展肉牛养殖 预计到今年年底 饲养量达到6000头以上 高老师 在咱们省发展肉牛的养殖 有哪些优势呢 对于吉林省来讲 第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的资源优势 对于我们吉林省来讲 有很多的草山草坡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粮食接杆 这些都是草食动物 所需要的一些资源 可以牵上很多的资料 这是第一个优势 资源优势 第二个资源优势 是我们吉林省 从养牛技术方向来讲 也有很大的优势 就是技术基本都是成熟的 那么第三个优势 是什么 我们有我们的市场优势 因为吉林省 是畜牧业产品的输出省 所以说我们吉林省养的牛 不单单是吉林省用 还要往外输出到其他省 甚至国外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市场优势 再一个我们现在来讲 大家扶持的力度也很大 我们还有很多政策上的优势 那么在这些优势利用起来 对我们吉林省来讲 就是一个很大的 就是优势在这 就很大的一个好的项目 特别是我们吉林省 还有养牛的历史 我们还有自己的品种 所以说只要把技术整好了 把我们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了 把市场扩大好 我们这个养牛的前景 还是非常好 特别是我们现在牛的价格 也相当不错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我省有着丰富的接杆资源 那么利用接杆来思维 牛羊的时候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就是我们在用接杆的过程当中 现在往往一些传统的观念 就是把接杆拿回来 直接一粉了 直接就喂了 还有的直接把成果 你的包米盖的 往里一扔 牛随便吃了 这个时候虽然有硬效果 但是它利用力敌 消化性能不好 那么现在我们做接杆的时候 一般都是把它发酵着用 现在我们用接杆发酵 有什么呢 你比如说 咱们用益生菌的 微生物的 就咱们叫微生物发酵 叫什么呢 黄储饲料 是不是 但是现在还有呢 我们在黄储之前 我们可能还要进行蓬化 让它更软一些 或者是揉丝 把它揉软一些 可能更利于消化 如果要是再发酵饲料的话 效果可能就更好了 那么就根据我们的条件来讲 现在最好的就是我们用什么呢 把它清除黄储 让它微生物发酵之后 地提高的利用力 对雏体还有效果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这一时段的微信平台 首先是一位朋友发来的视频 讲我们资讯问题 一块来看一下 这羊就这么瘸 它身上有点热 就有点小高手 这一群里面有个二十多个吧 连大羊带羊羔了 它这种养殖的方式太粗放了 人一个呢 首先看着它这羊 肯定它的营养力跟上去 你看那个毛非常不好 不齐 非常脏 眷舍非常脏 这种养殖方式 必须要进行提高 咱们先说呢 它现在来讲应该做到的 应该什么 把眷舍彻底地打扫干净 然后进行彻底消毒 对于呢 有病的和没有病的羊 必须先把它分开 那么呢 有缺对这个羊的话 就是腿不太好使的一个 先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其他原因 比如说有没有外伤啊 体夹有没有破的地方 如果有的话 进行有效的处理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这样的话呢 往往是因为营养不良 你看它的羊比较瘦 毛都乱到糟 一毛管一点都不亮 那么它肯定是被养 那么要去那怎么办呢 给这个羊 补充一些微量元素 像一些矿物质 各种微量元素 维生素啊 同时呢 给它补充一些精料 然后呢 把它做好 然后呢 再进行 该防疫的防疫 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 但是呢 它这个最关键的问题 也是一个不变的问题 不要想 这个羊比较皮了 就这么粗放羊 眷舍造得非常长 实际上危险性很大 效益也不会太好 那么应该什么 把技术放在第一位 要求看看羊 在养殖过程当中 究竟都有哪些要求 比如眷舍的要求 品种的要求 管理的要求 防疫的要求 治病应该以防为主 所以说呢 找一找原因 再来决定就可以 好 感谢高老师的提示 关爱心脏病 脑血管病 高血压 糖尿病 并发症患者 吉林省救治万人心脏病 脑血管 康复工程正式启动 如果您是上述疾病患者 可以拨打电话 04318962 5555 申请援助治疗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公主岭位于吉林省 黄金玉米带的 核心种植区域 商品粮种植比重比较大 近年来 当地特用玉米有序推进 有效带动了公主岭 及其周边地区 农民的增收 日前 记者在吉林省 农扫食品有限公司的 厂房里看到 工人们在现代化的设备前 不停地作业 目前产品已辐射 国内国际市场 全年用指控给700左右人 他们都是周边的市民和农民 他们在这打工一年 收入个三到四毛钱 他们的地 中午千十玉米 还能多一份收入 在经营模式上 吉林农扫 采取公司加合作社 加农户的经营模式 成立了吉林省农扫 甜玉米农业合作社 既解决了原料保质保量 供应问题 又解决了农村留守人员 及贫困户的就业问题 全年雇佣的工人 基本为公主领事周边村民 和贫困户 极大提高了贫困户的收入 企业与超过1000个农户 签订种植合同 提高农民收入 20%到25% 为了更新品种提高品质 企业建立了1000平方米的 玉米食品工程研发中心 将鲜石玉米品种开发 和新品种生产工艺研发 作为目的 预计将研发真空即时蔬菜 玉米汁 玉米粉 玉米片等几类 深加工衍生产品 真正将玉米产业 做大 做深 做精 带领农民积极进行 产业结构调整 增加农民收入 让更多的农民脱贫致富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为了进一步提高 真子种植户的科学管理水平 柳河县专门举办了 相关的技术培训 培训中 专家从果园建立 新的栽培模式 整形修剪 土壤管理 科学施肥 花果管理 病虫害 自然灾害防治 和真果采收储藏技术等方面 进行了详细讲解 并现场解答真子种植户 在种植和管理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 参加此次培训的农户反映 此次培训让他们受益肥浅 不但学到了真子的栽培管理技术 而且看到了真子产业发展的美好前景 截至目前 柳河县安口镇 已发展各类真子经济组织96个 真子种植户1200户 种植面积2万余 其中 盛果期种植面积达1.7万亩 年产量80万斤 年产值1000万元 如今 真子产业已经成为了 推动安口镇乡村振兴的 朝阳产业 下一步计划招商投资2000万元 在吉星村新建柳河真业食品公司 工业旅游文化园项目 结合传统的榨油酿酒技术 选用世界先进的冠状生产线 建成结构清晰 功能合理 交通便捷 环境优美的大真子产品观光工厂 横文酒窖和真子酒文化旅游观光基地 延伸大果真子产业链 说完了真子 我们再来说一说草莓 近年来 辉南县 杨自邵镇积极推动特色产业种植 增加了聪明的收入 帮助贫困户实现了脱贫致富 几年前 杨自邵镇小蚁山村 由于人多地少 村集体经济落后 如何打破落后的面貌 成了全村人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定要发展村集体经济 一定要把老百姓收入带动起来 然后经过上丹东实地考察 最终定下了这个草莓大棚 在村两尾班子的带领和村民的支持下 草莓大棚建起来了 大棚总占地面积1120平方米 种植了约1.1万株草莓 如今在大家的精心培育下 草莓涨世起人 目前我们的销售渠道有两种 一种是过来采摘 一种是往外送货 现在主要是 主要就往回南县城 送到各个水果超市送 一天平均一天能产150斤左右 小蚁山村的村民 大多以种地为生 收入有限 草莓基地建成后 他们就有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据了解 下一步 小蚁山村将继续扩大产业规模 打造当地的草莓品牌 壮大村集体经济 让更多的村民 尝到草莓种植的甜头 在这打点林拱 补地点家用 完了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 特别方便 随着气温的逐步升高 当前又到了 彭氏甜瓜育苗的关键时期 生产当中 一个个技术熟练 工作效率高的嫁接团队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农安县农安镇群众村 嘉兴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温室大棚里 十几名技术工人 正忙着把甜瓜苗 嫁接在哈密瓜根上 再过几天 随着气温的升高 这些被嫁接的瓜苗将移栽到日光大棚里 据农安镇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农艺师介绍 把甜瓜苗全部嫁接在哈密瓜根上 不仅瓜苗根系发达 抗病性强 而且延长了瓜秧的生长期 哈密瓜它的根系非常发达 而且抗病性非常好 所以说这么嫁接之后的香瓜根系发达了 然后之后接的瓜也多了 口感也改善了 合作社大棚采用了现代化信息化设备 这种温室棚架结构不仅升温快 而且保温效果好 最高温度可达近40度 寒冬腊月也可以育苗 提早下地的甜瓜还可以卖个好价格 基尼的生长计划是甜瓜一部分 西红柿一部分 另外还要做玫瑰花的实验 基地还有一种西芹粉实验基地 上海厂家来跟咱们签的合同 在夏季时候刮下了以后 与那个西芹苗向老百姓发放苗 种植回收 通过打工呢 我把技术学到手了 相关的收入呢 挺可观的 我也想尝试一下 关爱心脏病 脑血管病高血压 糖尿病病发症患者 吉林省就知万人心脏病 脑血管康复工程正式启动 如果您是上述疾病患者 可以拨打电话 0431-8962-5555 申请援助治疗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俗话说 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生之计在于秦 在昏春市哈达门乡太平村 提起潘兆之 村民无不竖起大拇指 称赞他是远近闻名的勤劳致富能手 潘兆之一家四口 早些年因为孩子上学开销大 家庭收入少 生活艰难 那时候 几时候 孩子也想吃 反正活钱 也几个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 家庭的重担 压在了潘兆之的身上 但他坚信 只要依靠勤劳双手 就能脱贫致富 几年前 潘兆之筹准时机 开始承包土地 并在农贤时间 到建筑工地做袜工 补贴家用 靠着吃苦耐劳 永不服输的精神 潘兆之一家人 通过勤劳实干 不仅住上了新房子 还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 政策推动下 先后购置了 东风304拖拉机 自走式玉米收货机 雷木604拖拉机等设备 如今的潘兆之 在谈及家庭收入情况时 脸上挂满了喜悦 和骄傲的笑容 潘兆之勤劳肯干的精神 赢得了周边群众的赞赏 成为了当地争相学习的榜样 一台台农业机械 见证了潘兆之一家 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 谈到今后的生活 潘兆之充满的信心 连日来东辽县各乡镇积极开展 推动一丰一锁 助力疫情防控 文明实践乐活动 倡导科学文明新理念 勤劳节俭好传统 日前东辽县全泰镇老营村 举行了2020年 道德积分兑换活动 村民们来到村里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挑选着自己 想要兑换的生活用品 我得了二十几分 得了二十四分 准备领取了不少生活用品 米面或者是洗线精 2019年9月 老营村正式实施 道德积分活动 村民们凭借在发展生产 人居环境 乡丰文明 乡村治理四个方面 做出的贡献获得积分 活动一经推出 村民们参与的积极性高涨 大家简化了婚丧嫁娶仪式 提倡尊老敬老 并主动参加村集体事务 大力开展生产 不仅使自己的道德存折 收获颇丰 也潜移默化地 提升了全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我个人认为特别好 因为能促使更多人 去帮助别人 能够去助人为乐 我们村年2019年 积攒的是800多份 2020年年 积攒的是2100多份 这些积分 既是我们村民发展 生产和营业环境 等方面的体现 也是我们村年 春风 春冒 乡村治理进步的体现 好 以上就是 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持续锁定 集市乡村频道 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